就是說活躍工作表存成活躍 我建議是這邊可以彈出 彈出再來看會比較複製 再來複製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我們的這個範例 這個地方工作表存成活躍 第一行並不是沒有作用的 如果說你今天只有開一個工作部的話 可以不需要這一行 但是如果說像剛剛有同學開了好多個 那當你在把工作表存成活躍的時候 他不知道你到底要輸出哪一個 所以可能會指到的是其他檔案去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就把這一行加上去 加的方法其實也非常簡單 就是直接在這邊有沒有 這一行對不對 那加也很簡單嘛 就是你的那個檔案名稱叫什麼 比如說我這個檔案名稱叫做 當日我這個名稱 那我們看一下在這裡 這個地方有個叫當日航行表 我有刮火OK嘛 所以你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workbook 哪一個workbook 這個workbook 然後後面的話 因為我多一個完成的 我習慣這樣加一個OK 這樣點activate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activate 這個方法怎麼出來的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如果你打一個workbook 點也會出現 然後activate 裡面也可以找得到 也可以用 或者你自己再查一下 這邊應該OK 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現在我要讓它 就是變成在最上層 然後後面再做 這樣子的話呢 就不會有錯誤了 然後再把它刪除 那另外呢 我如果要合併的話 我們先再做一次 就是說 把這個地方 我希望不要存成csv好了 我存成那個一般的檔案 這邊是csv好了 這個把它改csv 那我希望 存成一般的就是說 把這個file name 這個參數拿掉 如果把file name 參數拿掉的話 那它就會存成 預設的xlsx 對 那我這個地方file format 是因為我要存成csv 那我現在輸出 把它輸出成什麼xl x 這個x 然後呢 我這邊再跑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也是要先把它刪掉 刪除舊的 刪除舊的 OK 刪掉 好 然後再把我輸出 那輸出的時候呢 因為我不知道哪一個 所以多加了這一行 特別到這一行 加上去 然後執行 執行 當日行情表 是不是名稱有錯 當日行情表 我看一下 應該是還有個地方有錯 是不是 名稱 這個名稱 有空格嗎 我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名稱 特別注意 好 這個名稱要一模一樣 喔 當日行情表 有嗎 有空格嗎 有空格嗎 真的就是這個地方 少要空板 所以很麻煩 那我剛剛是利用那個Ctrl G 我可以把這個 目前的那個 Wordbook 第一個 點Name 把它print出 就是print 前面加一個這個 就是問號 就是把它輸出 那我可以確定一下 現在第一個 是不是這個 就把它的檔名 複製貼過去 就OK了 所以以後 你如果不確定 它的名稱叫什麼 你可以用什麼來查 用這個index來查 這個其實做法跟那個 其實會發現工作簿 跟工作表 它的邏輯其實一樣 跟那個什麼呢 Range 跟Sale 其實都雷同啦 所以有些部分的話 可以這樣子套用 然後我指定它之後 然後可以把它這樣輸出 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大量的 就是這個這個 工作表 存成活業簿 OK 就是Wordbook 那再來要反過來 那怎麼樣反過來呢 就是說我今天有這麼多 我今天希望把這些 這邊有沒有 總共33個 再幫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些有沒有 全部再幫我 存成一個檔案名稱 叫做全部好了 就直接放過去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又要思考 有哪些動作需要做 當然第一個 也是用DIR 因為DIR這個函數 它的好處就是 它會自動幫你去找 目錄裡面有哪些檔案 然後再做什麼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再怎麼樣 把它Copy Copy到哪裡呢 Copy到你指定的那一個 就是 那一個工作 那個工作部的後面 CALL 一直CALL一直CALL 到後面去對不對 那這裡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多做一件事 就是說第一次的話 因為你第一次開 比如說你開化學好了 開起來之後 因為它如果是第一次 它沒有檔 沒有工作部 所以你第一次要另存 另存名稱就是全部 所以第一次開的名稱 就是存 後面就不用了 後面的東西呢 就通通都倒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做完的 這個檔打開來 就是底下的所有的工作表的合併 那合併的方法 我這邊已經有寫一個了 其實你們在雲端上面 這邊也可以看到 就是這一段 合併活業部 這一段程式嘛 那你可以把它Copy一下 也是一樣喔 將來喔 因為這裡有點複雜 不過沒有關係喔 你如果 還沒辦法馬上知道 到底在做什麼 Ctrl C 然後呢 Ctrl V 先可以WALK 然後 再來瞭解 而且喔 要修改 那改哪些地方 一 修改路徑 有沒有 路徑的話呢 如果後面有斜線沒斜線 你就不要有斜線喔 對不對 複製這個路徑 也就是說呢 我要有個路徑 那路徑 你看到這個路徑有沒有 你就通通把它改成這個路徑就對了 一 修改路徑 那也就是說呢 我會在這個路徑裡面去找找看 有沒有 副檔名叫XLSX 所以我剛剛有 存了 再轉一下 存成預設的 第二個是 就是 Do Y 回圈 回圈去找 這裡面有沒有XLSX的檔案 如果有的話 就做什麼事呢 把它open 因為我需要open對不對 open之後的話 把這個檔open起來 那我判斷一下 如果 i 不等於1 所謂不等於1的時候 就是說喔 它是 第二次以後開的檔案 我就放在後面 如果它是第一次的話 反之就是這個 就是我copy之後的話 在 如果不等於1 的話 那我就把它copy 然後呢 把它save 這應該是第一 如果是第一個檔案 另存 所以第一次的時候 如果它是第一次 那我就把它另存 一個檔名叫做全部 放在哪裡呢 放在 嗯 工作表 的底下 第一次喔 那第二次就是 就直接把它複製過去就可以了 第二次以後的話呢 就是把它 copy 到後面去 後 就是 after第一個以後 所以copy 然後把它關掉 DIR全部 那要不要change 最後的話呢 要不要把它關掉 要不要change 要change 等於true 把它存檔 OK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實際上 跑一次也可以看一下喔 因為時間不是很夠啦 所以把這個先刪掉 那它的做法大概就是這樣 第一個 這個本來沒有嘛 然後我把它合併 全部合併 你會發現它會先產生 幫我產生第一次先幫我產生這個檔 然後呢 再來把底下的所有的 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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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它一直在閃動 那也就是說它會把底下所有的工作簿 開起來之後 並且怎麼樣呢 幫我把它copy到它的後面 copy到後面 那這樣的話呢 33個檔案 就可以在很快的很快的很短的時間 很短的時間裡面呢 通通幫我合併在一起了 OK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合併完之後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打開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底線全部的這個檔案有沒有 它裡面呢就是所有的 我們剛剛的檔案裡面 但是呢 這個順序 可能不是我們要的 要排的順序 那怎麼辦 請各位回到前面講過的嘛 有沒有 如何按照排序 那排序你可以有自己的清單嘛 你自己在排序就好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基本上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有些細節 恐怕要run一下大概才知道 所以我的邏輯大概就是 全部跑把它抓出來 如果它是第一次開啟的那個檔 那我就把它另存成一個 全部的這個名稱 那名稱如果你不要取這個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rename一下 之後的就通通call到後面去 好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這一段程式碼的用途 就可以幫助各位很快的 就從頭到尾 通通幫我們把一個資料夾裡面 所有的這個Excel的檔案 全部合併成一個 不過排序恐怕你自己要再加上去 也許你如果要排序 那你可以之後再把它加在裡面 在裡面